2012年11月,黄晓明和范冰冰一起拍摄新白发模拟钻石,威亚突然断裂。 黄晓明不慎自高处5米坠落,造成左脚脚趾粉碎进骨折,送到医院被打入4颗钢钉,两颗钢针。 医生要求手术后卧床休息至少5个月,可黄晓明术后40天就返回了片厂开工,回足第三天再次被吊上威亚。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,如果你是冲着一夜成名,你是冲着要挣大钱,真的你不要走这条路。 我记得当时96年,就是96班,黄晓明、赵薇亚他们来考学的时候,我都会问过他们,你们为什么要来考电影学院呢? 他们就说我们想当演员,为什么当演员呢?因为我喜欢。 我记得有一次黄晓明、赵薇亚他们都到我家里去,跟我女儿说,我说快快快,拿一个本来,让他们现在都签上自己的名字。 万一哪天他们要是火了的话呢? 所有的同学都诚慌诚恐,说不可能,老师别见别见。 为什么?他们觉得成名当腕儿,那太遥远。 他们之所以来,他们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,我要把学习搞好,仅此而已。 那么我想说的这个呢,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人,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,就可以直白的说,就是说他,我到这来,我就是来当明星来了。 我到这来,我就是要一夜成名。 那么我建议你,真的不要耽误自己的青春,做演员不可能一夜成名。 谢谢大家。